人体实验室小蝶儿来测试 我今天来到的就是这个减重的中心了 据说呢 这边是有这个减肥的一站式疗程 从这个减体脂啊 或者是增加肌肉啊 都帮你安排的好好的 而且据说呢 是有这个不用动刀 开刀还有进行手术呢 就可以达到减肥效果 到底是怎么办到的呢 我们赶快来实验看看啦 医师快救救 听说呢 这边有非常专业的这个医师团队 可以拯救我这个体重是不是 没错 我们这边减重中心呢 我们有结合减重外科 然后还有营养资讯能诊 以及新陈代谢减重的方面 专家可以帮助你 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检测呢 就是最不想让大家要知道的 不过呢 事实总是要面对的是吧 这个体组成乙呢 是能够帮助你评估说 你的脂肪重量 还有你整体的肌肉 好了 完成了 好的 让我们待会会印证您的报告 好 其实防重占领 全身体重的比例是25.8% 以女性来说其实是有点超标了 所以我们之后减重的目标 可能是藉由减脂肪 然后维持肌肉量 来达成就是怎样健康减重 不胖的过程 减重手术现在比较 大家最常做的是两个 一个是叫缩胃就是胃缩小手术 那另外就是所谓的胃绕道手术 绕道可能有一些营养处 吸收就会有问题 就缩胃手术的话 我们会在会有一个胃管 会放到十二指肠 那开道的时候就是会把胃大弯处的胃切掉 一些比较微样的元素 像这些跟瓶血跟灶血有关的 这些元素 吸收就比较多有问题 有没有一些其他不用开刀的方法 也有 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有其他科专家 像新陈代谢科 他有医院科减重 那中医有针疚减重 腰围的这个缩减的针疚 持续性的刺激 那就可以帮助你在繁忙的工作之余 它一样可以达到受肢的运动 还有紧实肌肉这个雕塑的效果 就在刚刚做完这个针疚治疗 大家肚子真的有点酸酸的 就好像真的在做这个核心肌群的运动一样 只不过专业的医师当时也说了 其实不只是这个针疚治疗 最好还要搭配健康的饮食 或者是一些规律的运动 这样子的效果就会更好了 本体体验试今天测试完成 您好 哎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